电影娱娜,与你解忧,大家好,我是小悠 今天继续带来恐怖漫画《勾魂鬼》 这点晚上,小明想出去玩,但母亲不让小明出去 为了阻止小明,母亲还讲了一个真实的故事 话说,很久之前,住在这个村子的村民,大多数都是猎户 很少有种庄稼的,那个时候村子还没有通电 一到晚上,整个村子就是黑漆漆的一片 村里有一户姓张的猎户 家里有个儿子,叫做二狗 二狗身体强壮,从小就跟着父亲上山打猎 所以二狗打猎的手艺非常高超 吃不完的猎物,二狗就会拿到镇上去换钱 攒了一年前后,二狗就用这些钱买了个手电 毕竟村里大多数人晚上都是点那住的 家里有个手电,那是非常富裕的了 这天晚上,二狗起夜去外面上茅厕 刚走出房门,就听到院子外面有人在说话 于是二狗就贴在院墙上,听外面的人在说什么 结果只听见一阵稀稀疏疏的声音 什么都没有听明白 难道是小偷在打暗号吗 二狗小心翼翼的推开了院门 向发出声音的地方看过去 只见对门的黄大爷门口站着五个黑影 由于天带黑,二狗看不清那五个人的长相 不过从身高来看,貌似是五个小孩 然后二狗就以为是小孩在捣蛋 于是回屋拿了手电,准备过来制止 谁知道,爱狗打开手电后,瞬间就被吓得瘫倒在地 站在黄大爷家门口的五个黑影,根本不是什么小孩 而是五个人身瘦头的小怪物 手电掉在地上的声音,惊动了这些小怪物 他们齐刷刷的转过头盯着二狗 看到他们朝自己走了过来,二狗吓坏了 立刻跪在地上给他们磕头 我是出来上茅厕的,不小心冲撞了几位神仙 请你们高抬跪手饶过我吧 磕着磕着,二狗就没有听到任何动静了 然后二狗深吸了一口气,缓缓抬起头 果然那五个小怪物已经走了,周围一个人影都没有 二狗缓过神后,急忙跑回来将这件事情告诉给了父亲 听完二狗的讲述,丈夫并没有多说什么 直接叫二狗在院子门口点上了三炷香,并摆上五杯酒 二狗没有迟疑,急忙照做了 酒摆好后,丈夫就让二狗再磕五个响头 并且磕头的时候千万不要抬头 说完,丈夫就跑回了屋 接下来,二狗就按照父亲的指示对着酒杯磕头 刚磕了一个,二狗就听到了一阵脚步声 接下来就是细细缩缩说话的声音 二狗谨记父亲的话始终没有抬头 五个头磕完后,那五个酒杯瞬间就摔在了地上 随后周围就安静了,一点声音都没有 然后二狗又在原地跪了一下 直到那三炷香都灭了,才起身回屋 进屋后,父亲叹了一口气,便告诉二狗 刚刚那五个小怪物是阎王派来锁魂的小鬼 他们站在黄大爷家门口,看来你黄大爷活不久了 二狗有些将信将疑 这个黄大爷是个脑虐户 虽然他年事已高,但身体映朗得很 第二天一早,二狗就看到对门的黄大爷背着一把气枪上山去了 二狗心想,黄大爷都能出去打猎,证明身体没有什么问题 难道昨晚父亲是骗自己的? 结果到了下午,二狗从山上回来的时候 远远的就看见黄大爷家门口围了好多人 二狗顿时感到情况不妙,急忙急进了人群 结果看见黄大爷家院子里已经挂满了白布 而黄大爷的遗体就摆在院子中间 此经此经,二狗被吓坏了 痘大的汗珠从额头流了下来 就在这时,父亲过来了,父亲没有说什么 只是将二狗拉了回去 回屋后,父亲不断安慰着二狗 还好昨晚那些小鬼喝了咱们的酒 不然你也在劫难逃了 从这天之后,二狗就不敢晚上出门了 就连上厕所都不敢 于是二狗就去镇上买回了一个潭鱼 故事到这儿也就结束了 电影云呢,云里解忧,下次再见